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Straise 今次我們首歌的歌名叫Matter of a Second 今次音樂班底方面 我們的作曲 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人參與了 這個人就是我旁邊的Ariel 他就第一次參與我們團的創作 是曲的部分 曲還有我跟CK一起寫 編曲也是上次幫我們Margherita的班底 就是CK和Edwin 到遲就是Delta T和我的 今次監製是Edwin Ho 還有排舞師就是永依 其實這首歌是我們原本的第二首歌 我們本身Margherita本身是這首 為什麼會有這首歌的創作概念呢 就是因為是想說我們幾個女生的緣分 我們五個女生其實可能原本是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這樣都可以相遇到 一開始我們首歌不是叫Matter of a Second 即它那個概念是說的 概念是一句我很喜歡的 quote I'm glad I didn't die before I met you 因為我自己對這一句很深刻的 因為那時候由造星開始 我就覺得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就是因為有相遇 所以才會有故事 然後才會有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在《造星》的時候 就特別大感觸 對於相遇及遇見的每一個人 而且在他們身上得到的愛及幫助 所以當時我覺得跟他們的相遇 在某程度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邂逅 所以我就很想寫一首關於相遇的歌 所以我們今次的這首歌是一個很… 如何說好呢 在一周年出其實是一個挺好的時機 雖然它原本是我們第二首歌 希望大家喜歡 但這次我們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去包裝這首歌 因為Delta T選擇了用情歌 去在詞上發揮 然後就令到那件事更浪漫 所以其實除了是我們的相遇 戀情上的相遇 其實是象徵著各種各樣 任何形式的相遇 其實都是過一分一秒 Matter of a second 嗯 首先作曲有我 CK和Fell Annette和偉喬 就有份去教大家 那個排舞 Fell就變成了我們的跳舞擔當 就很努力地去練這個舞 這次我們真的很驚喜 我覺得是很好的 這次跳舞進步了超多 是一個鼓勵令我快點學好一點唱歌 所以我覺得原來也有機會可以唱好的位置 因為它真的跳得很好 真的 還有因為這次我覺得分工是很特別的 因為以往 例如大家一定會覺得 跳舞就一定可能是我 或者偉喬或者Ariel去擔任 或者Nette 很多時候我們的Dance Break 就是以往的歌曲 都是Ariel或者Nette在中間 但我們這次C位是Fell 因為我覺得其實對它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挑戰 而且因為這次這支舞 其實是真的很適合我們五個 所以我覺得排舞師 是真的很花心機在這支舞上 然後甚至Fell都可以做得很好 真的想多謝泳姨 給我這個機會 竟然對我這麼有信心 讓我放在中間也不怕 我到時會脫掉 認真 不過真的很幸運 因為剛好她排的東西 是我也挺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有心去練習 其實我已經盡力了 不是呀 她表現得很好的 她那支盡力了 我覺得她是欠序 因為她這次真的 我覺得是三個片段 她真的跳得最好的一次 即是比起以往所有的舞蹈 真的進步了很多 現在我們是真的 她之前也是 但是因為她堅持不放棄 所以才可以這麼大進步 她每一次排練 會早我們一個小時 去跟泳姨去練 所以 對 所以 加油 Fell 對啦 超級觀看 對我來說 有什麼深刻的事就是 我覺得這次 其實我有兩個造型 其中一個造型 我是覺得挺突破的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我是一個中性造型 但是我這次也有突破 就是應該是我這麼多次裡面 都挺性感的 對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整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覺得 最開心的東西是 看到大家的互相支持 因為整個MV 可能 譬如錄音 可能在我錄音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給我很多鼓勵 去到Fell 跳的時候 可能有些位置 我們可能 Sorry 我們要回敵 但是 我們大家都真的很想 這件事好 而且不會給他任何壓力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最開心是這件事 我本身都是想說 互相支持的 但是 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記得錄音那天 因為 那時好像扁桃腺發炎 然後剛好 大家都生病了一段時間 很害怕 有孤奶奶 去了錄音 怎麼辦 有些 破音的 有些位置都上不了 之後CK就鼓勵了 兩個小時內 應該能做得好 但是最後 都能做得好 我覺得 有他們在這裡 很有安全感 我想說 其實Ariel進步了很多 對 不想說 真的 她由上次 第一次Stray的錄音 去到Margherita 再到這次Matter of a Second 明顯看到她的 信心越來越好 因為 那時Margherita 很記得她是 很怯 很害怕犯錯 然後 導致自己很緊張 而封閉了她的聲音 今次Ethan 即是有病在身 但是她也 不是真的 她真的有病在身 但是她依然是 我覺得她的心態 她現在是 會放開了自己很多 所以其實今次 我覺得 所有人的 錄音的過程 其實都很愉快 不是說愉快 很快 很順暢 所以這個是 值得加許 聰明Ariel 謝謝Sharon老師 因為 因為 如果沒有Sharon 這麼好的唱歌老師 我不會有所謂的進步 雖然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進步 但是 深刻的是我錄音 然後 我的Rap 後面 我想 那句是說 我要做一個 瘋子 老人 然後 我在錄音 因為我要笑 笑聲 就是在 然後 做一個背景 放到Rap 然後我每次笑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在笑 然後我完全分心 不是…冷靜一點 應該這樣說 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on air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笑 但是有錄影 然後她一停 我們就一起笑 因為她真的很好笑 然後我每次想笑 都在幻想後面發生什麼事 肯定不方是好 但我覺得她那個笑 她那個笑是邪惡 不是 是 出色的 至於我就 我覺得反而最深刻的事情是 我們這次 這首歌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是三首中 準備時間最短的一首歌 我們是 一個月 是一個月而已 當然啦 因為這首歌本身已經創作好了 但是我們真的開始去做這個製作 或者去Docue 或者去找不同的單位去合作的時候 只有短短的四個星期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大家都去合作的話 其實是很難去做到短時間去完成這個project 所以就 嗯…謝謝大家 你說話深刻 我醒起 我在MV裡面吸煙 被導演要求 對呀 要加這個 對呀 因為導演覺得 因為他想做一種 即是營造造一種 即是 王家偉電影 是的 的一種感覺 然後 在我們五個當中 唯一 適合拿起煙的 他覺得 只有我 所以我就擔起這個重任 那就是這個鏡頭前上演了一個吸煙的環節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對於我們來說 對 那我講一下關於MV 我們這次MV就比較多是各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大頭 而每一個人的大頭都有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畫面 不同的 scene 但我又覺得 都很有趣 即是 就算 每個人都很不同 但是 都是那句 We're different But we're still the same 對呀 我是覺得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 但是 把所有東西 串連在一起 我又覺得是一個 story 所以我都很期待 就是 大家會看到這個 story 我想說 地上是濕 然後我覺得 好像 跳得容易了 因為平時有些位置會絕著 然後一下子滑下去 嘩 剛剛好 那個 阿菲 阿菲 轉移開的 他喜歡飄移的 反而我也滑過幾天 是啊 所以 都挺好的體驗 但是漂亮的 真的漂亮的 我覺得當時 濕地是漂亮的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solo歌的計劃 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有 所以 我們希望做到可以不壯奇 之餘 都可以呈現到 那麼多個作品出來 所以我們都按著這個時間線 去進行所有事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講時間 講緣分 所以 That's it Yeah 好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這一首新歌 Matter of a Second 希望你們會喜歡 怎樣跳 Matter of a Second Yeah Yea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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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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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